欢迎们大家好,我是风干花卉 经常会有欢友问我 为什么自己家养的撒脚梅总是不开花 或者是开花少 想让撒脚梅多开花 必须要具备最基本的两个条件 一个是琴花品种 第二点就是每天要至少给它 六个小时以上的直射光照 光照时长越短,开花也就越少 除了这两个避避的条件以外 其他的就是人为的技术问题了 比如碱汁,胶水和施肥 这些问题我在以前的视频中经常会讲到 在这个视频中就不重复了 今天我主要是想讲一下 三角梅碎花的时间节点和一些注意的事项 我们大家都知道 通过给三角梅控水 就能够达到让三角梅开花 或者是多开花的目的 但是呢,也需要找准时间节点 和这颗三角梅的状态 如果是方法不对 时间不对 那么你盲目的给三角梅控水 不但达不到让它开花的目的 而且还会给这颗三角梅 带来很大的伤害 耽误它的生长 在给三角梅催花以前 首先就要给这颗三角梅做一下评估 看一下它在这个时间段内 适不适合给它催花 如果是在错误的时间段 给它使用了不恰当的方法 那么就很有可能白白地浪费了感情 耽误了这颗三角梅的生长 那么到底在哪些情况下不能给它催花 在哪些情况下又比较容易开花呢 比如一些小苗、弱苗、病苗 这个时间如果给它催花的话 就会给它带来伤害 第二点就是在空气湿度比较大 温差有比较小的季节 比如6到8月份 因为在这几个月份 是三角梅生长最为旺盛的阶段 也是它长个子、长身体最好的时机 在这个阶段 它的枝叶生长得特别的旺盛 因为三角梅有一个特点 就是长花不长叶 长叶不开花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一颗三角梅 这一颗就是我在前一段时间讲到过 给它剪完枝以后 在给它控水粗花的时候 淋了几天的雨导致控水失败 所以它现在长满了好多的小嫩枝 这就是进入了所谓的营养生长 像这颗三角梅在这样的状态下 是不适合给它控水粗花的 因为它现在的枝条特别的嫩 在这些枝条还没有木质花以前 并不能够满足开花的条件 因为这些比较嫩的枝条里面 储存的养分不足 它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快速的壮大自己 让自己的枝条快速的长粗长长 如果是现在你给它控水 使用粘刀而清剿 它也很难开出更多的花来 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给它剪枝也是不行的 因为它的枝条比较嫩 如果这个时间给它修剪的话 修剪后的枝条最多也是只能长一个分枝出来 除非你给它重剪 一直剪到它的老枝条为止 才能够满足醋花和让它多长分枝的要求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适合醋花呢 比如在比较干燥 或者是早晚的温差比较大的季节 像秋冬春 这几个季节都是三角梅 比较容易开花的时候 再就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一颗三角梅 当给它修剪完以后在这个情况下给它促花 也是比较容易开花的 给它修剪完以后 再把它比较密集 比较大的叶片给它摘除一部分 这样既可以让它的枝条增加了光照 又会增加了它的应急反应 再结合给它控水和叶片 喷湿磷酸二清甲 就能够达到像这一颗一样 花开爆盆 甚至只见花不见叶的状态 这就是我多年来养着三角梅总结出来的一点经验 有可能在时间的节点上拿北方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 希望花友们在给三角梅凑花或者是控水的时候 最好是找准时机 否则不但达不到目的 还会给三角梅带来伤害 好了 今天有关于三角梅凑花的一些注意事项 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觉得有用 就给我点个赞鼓励一下吧 十分感谢花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